因為他曾經過世的時候 我有跟他講過就是 我希望他未來 如果我之後有孩子 我希望他可以變成我的孩子 然後再好好養大他 醜物的內心世界好難猜喔 也因此 寵物溝通師這個神秘的職業 也成為世主間的熱門話題 據說 和寵物之間的溝通 是透過能量的傳遞 真的只要看照片 就能感應他們的心聲嗎 讓我們一起看下去 你相信從物溝通師嗎 有試過 結婚前 我們是兩人小家庭 這樣他一個人在家可能很無聊 那如果是在兩家的話 還至少會有爸媽會陪他 怕他會無聊 所以想要問他的意見 他要不要跟著我一起去 我就是直接看到毛 他看照片 他就說 你也讓人家不放心 我就是要看著你啊 我的目的 我的任務就是要一直看著你啊 寵物溝通師模仿他口氣是這樣 不知道算不算準 但是就會覺得說 原來他是這樣想的 看圖說故事才是完蛋了 就是可以做個參考 我有聽過朋友去問 過世寵物的問題 然後還真的講得出什麼所以然 問寵物溝通師 你的寵物問題的話 你會想要問什麼 主人有沒有需要什麼改進的地方 原來是為奴性堅強的主人 請問你有養寵物嗎 養鳥 那我相信 我覺得每一種物種 應該都有他溝通的方式 那你如果現在有機會 你會想要問什麼問題 覺得我對他好不好之類的 因為他都是一號表情嘛 所以你也看不出來他到底是 開心還是不開心 鳥的眼睛就是很大 真的很大就好 看不出他的 三普師是一樣的道理 針對我過世的寵物 也可以 其實過世也可以 他過世的時候 我不在台灣 沒有辦法見到他最後一面 然後那時候他過世的時候 是家人通知我才知道 所以會想跟他說 直接如果可以回去的話 我就不會選擇 在他身體比較不好的時候出國了 你養什麼寵物 貓咪大概只有養不到一年 然後他也是從大概三個月開始養 結紮的時候就 可能對麻醉藥有過敏 所以他就引發心臟病 好像幾個小時 就過一個晚上以後就走了 很傷心 然後就會導致我之後 就是想養貓 就會覺得又會很害怕 就是很怕寵物走的那檔下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會想要跟你的寵物講什麼話呢 又會想得難過 怎麼辦 對不起 就是怎麼講 就是 因為他曾經過世的時候 我也有跟他講過 就是 我希望他未來就是 如果我可以生孩子 如果我之後有孩子 我希望他可以變成我的孩子 然後再好好養大他 養大他這樣 對寵物來說 主人就是全世界 每個寵物也都是世主的寶貝 你有寵物溝通的經驗嗎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哦 在哪兒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